咱们说的这个案子呀 发生在2012年1月19号 从一场婚礼开始说起 婚礼嘛 大家哪怕自己还没当新郎新娘呢 总归参加过别人的婚礼 对吧 还没结婚的朋友们呢 也别着急 总归有一天你得站到台上说那句我愿意啊 在2012年1月19号这一天 江苏常州一个年轻的警察 跟他的新娘请来了这些亲朋好友们 这些同事们想办个热热闹闹的婚礼 哎这婚礼呀 刚进行到一半 那边还在那唱着呢 我愿意喂你 我愿意喂你 这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就见新郎官的同事们 蹭愣一下可就都站起来了 大伙呀一起齐刷刷的就离开了现场 这个场面平时只能在影视剧里边才能看见呀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一天呢 是蜡鱼26 是江苏常州金潭市公安局刑警王勇的大喜的日子 给他证婚的呀 是金潭市公安局副局长冯罗金 冯局啊 在现场的时候 手机就有个电话打进来了 冯局出来给人回过去 说出了杀人案了 哎呦 一听说出了案子 冯局赶紧进来招呼手底下的弟兄们 行了 婚礼别参加了 酒也别喝了 赶紧出任务 大家呢 赶赴现场 那么出事的是一家麻将馆 这麻将馆啊 在金潭市直溪镇 一条非常偏僻的街道上 刑警们到那一看 死者呀 头朝东脚朝西 在那羊帘躺着呢 尸体的面部有一个毛巾 经过辨认 死者是这家麻将馆的老板 叫殷红 主要原因呢 就是尸血性休克 这刑警弟兄们心里边是五味杂陈呢 刚才在婚礼上 看见的也是一片一片的红色 但那是喜庆的红 可到了这 看到的也是一片一片的红色 这是一片血红 腥红 这尸体旁边呢 是一个洗手池 警方就在里边啊 发现了一些血斑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犯罪嫌疑人 杀人之后 手上沾染了大量受害人的血液 去洗手的时候啊 这血啪哒啪哒的 可就都滴到洗手池上了 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犯罪嫌疑人 自己也受伤了 比如说手破了 那么这血呢 也会低落 再看死者 死者的右侧肩膀部位 还有一把菜刀呢 这菜刀上 警方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当时负责案发现场勘查工作的 是金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教导员 王建忠 王教导员 这王教呢 就发现这桌子呀 凳子呀 都在现场散落着 热水瓶也摔坏了好几个 从现场来看 当时打斗的是非常激烈 地面上那是一片狼藉 因此王教很难从地面上提取到有用的足迹信息 与此同时 警方呢 还到了麻将馆二楼的阁楼 在这阁楼里边找到了一个被撬开的小铁盒子 赶紧的吧 了解一下 这小铁盒子是干什么用的呀 原来呢 这是死者平时存放现金用的 现在啊 盒子还在 里边的现金是一分也没有 出事的时候 死者殷红只有51岁 在镇子里开麻将馆 已经十年了 他呢 有一儿子叫华磊 这华磊就说呀 在出事前几天 我还跟我妈聊起来我年后的打算呢 现在 我都跟我妈阴阳两格了 我跟他说呀 过完年 就把我妈 一块接走 麻将馆就不开了 可哪知道没几天就出这事了呀 华磊说呀 为了母亲 他呢 已经又买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 他一直在计划和憧憬着他和母亲往后的幸福生活 但现在 这个计划不可能再实施了 这个愿望也永远实现不了了 这让他是后悔不已 出事的这麻将馆呢 在一条马路的路边 这算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有一个大门 这大门呢 是那种卷帘门 这是进出麻将馆的唯一通道 通过现场勘察 这卷帘门的门锁是完好的 那么是谁报答案呢 是当时来打麻将的一人 叫马勇 马勇说呀 他们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板帘门呢 是半开着的 也没锁 也不是完全开着的 警方到了现场以后 在卷帘门上 尝试着提取指纹 但是只发现了死者的指纹 说是麻将馆 其实这个麻将馆呢 也不大 总共啊 也就是12平米 12平米这么一小屋子啊 摆了六张麻将桌 靠近门口有四张麻将桌 案发之后 还是非常整齐的 屋子最里边 有两张麻将桌 明显有被移动过的痕迹 这应该是死者 在和凶手搏斗的时候造成的 各位就想啊 越过了四张麻将桌 一直到了屋子的最里边 才跟死者发生搏斗 进而杀害死者 那么 这个死者和凶手之间 很可能是认识的 甚至是非常熟悉的这种关系 死者倒地的地方啊 旁边呢 就是楼梯 楼梯就是通往上边的小阁楼的 阁楼面积也不大 总共也就是三四平米 警方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呢 阁楼上边啊 有一床 床旁边呢 有一柜子 这柜子是殷红放钱的地方 殷红的家人说 柜子里应该是有几千块钱的 警方在现场的地面上 就发现了一把遗留下来的螺丝刀 我们这儿叫改锥 而且发现这柜子的抽屉 也已经被撬开了 放在这里边的几千块钱 不翼而非 毫无疑问 这是让凶手给拿走了 除此之外 现场没有其他的啊 很明显的被翻动过的痕迹 所以警方推断凶手上楼 是直奔这柜子而来的 如果说跟殷红不熟悉的话 不了解他家底细的话 他应该是胡乱的翻找啊 看看哪有钱呢 而他直奔这柜子来 这说明他知道钱就放这 对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什么人会具备这样的条件呢 通常杀人案三种情况 情杀财杀未愁杀人 如果说从钱的角度来看 那有可能啊 几千块钱不翼而非了呀 可是从熟人作案的这个情况来看 那么情杀和未愁杀人也是有可能的 法医对尸体啊 进行了解剖 根据解剖鉴定结果 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一点钟左右 再根据走访得来的情况 这冯局心里边 可就有了最初的一个判断 警方了解到 殷红呢 在2002年买了六张麻将桌 在镇上开了这么一个麻将馆 几年下来生意做的有声有色 最近呢还在出事的这家麻将馆对面 又买了一间房子 扩大了麻将馆的规模 按照逢局的推断 这凶手应该是殷红 即将要上床睡觉休息的时候 才来到麻将馆的 凶手在现场 几乎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与此同时 现场水池子里边的那血液检测 也有了结果了 除了受害人的血迹之外 证明这水池子里边 还有一部分血迹是属于另一个人的 那么警方的第一反应是 这个嫌疑人也受伤了 那么现在来看 最值得关注的 最有作案嫌疑的 就是受了伤的麻将馆的客人 接下来似乎这个案子也就简单多了 第一个 谁平时来这打麻将啊 挨个的咽血 只要能跟水池子里边提取的那血迹的DNA 给比对上 这案子不就破了吗 首先呢 要把当天晚上所有打麻将的人 一个个的找出来 最后离开麻将馆的 有四个人 其中三个警方都找到了 除了那三个 最后这一个人叫刘洁 这刘洁只有三十岁 是镇上一家饭店的厨师 三年前呢 从东北来到直锡打工 平时啊 沉默寡言的 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呢 也不是很复杂 下班以后啊 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出租屋里 平时熟悉他的人 也只有在麻将馆里边 才能看见刘洁脸上非常含有的啊 非常难得的笑容 也就是说刘洁平时过的心里边不痛快 等警方找到刘洁出租屋的时候 进去这么一看 里边已经没人了 随后警方找来房东 这住户呢 去哪了呀 房东一看也懵了 啊 人没了 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 我都不知道他走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警方得到一个消息 说案发那天晚上 有人在烟湖麻将馆附近的一个大排档里 见着刘洁了 大排档的老板说呀 他呀 是我们这的常客 每天晚上打完麻将呢 都会到这吃顿宵夜 但我觉得那天晚上他跟平时不太一样 他吃好了把钱就给我了 给我钱的时候啊 当时一掏出来 那是一大把钱 我看着估计得有个六七千块钱 我接钱的时候呢 我还发现他那手上啊 受了伤了 各位 突然一下兜里有一大把现金 同时手上还受了伤了 这是不是符合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呀 那么这刘洁的犯罪嫌疑那是迅速上升啊 再加上案发之后 怎么你莫名其妙的就走了呢 警方就有了一个推断 这刘洁平时的经济状况不是多好 马上得回老家过年了 这天呢 又去了麻将馆打麻将 不经意之间就看见殷红 在结算当天的茶水费 刘洁心想着 第二天得回老家过春节了 手上也没钱 哎呦 我怎么挣点钱心生歹意 我抢他的吧 再和派友们打完麻将之后 假装离开了 随后又回来了 比如说找个什么理由 哎呦 红姐 我东西落这了 我进去拿下东西吧 这么着 殷红给他打开了卷帘门 趁着殷红不注意 把殷红杀害 然后上楼 把这钱柜撬开 取走了现金 离开麻将馆 如果 事实果真如此的话 那么刘洁 就是警方要找的凶手 随后调查刘洁的人 很快传来消息 说刘洁已经回到了苏北老家 逢局他们呢 感觉到这个案子 咱们马上就要破了 只要能采集到刘洁的血样 和案发现场血迹的DNA 来进行比对 马上就能得出结果 可是在这时候意外发生了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冯局他们呢 都认为我到了苏北老家 找着刘洁 把他这血这么一抽取 跟这现场遗留血迹的DNA信息 这么一比对 这事不就破了吗 可这时候意外情况发生了 血液检测那边的工作呀 遇到麻烦了 警方呢 其实有一个事特别头疼 那就是混合型的血迹 说这一滴的血里边 也有你的 也有他的 怎么来测这个DNA 确定DNA 这是一个难点 长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负责DNA检测的啊 有一位女同志叫刘冰全 之前咱们说了 从案发现场洗手池里提取的血迹啊 一共检测出来两种 一个呢 是被害人阴红的 另一个呢 是凶手的 但这两种血迹混合在一起了 而且混在一起的比例不清楚 然后这凶手 他到洗手池那是洗手的呀 一打开水龙头 哗哗哗 他们一冲 这血液又稀释了 经过一天的努力 刘冰全终于分析出来 这份血样礼 嫌疑人的那份血迹样本呢 仅仅占十分之一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啊 比例占一的这一部分成分啊 会被比例占九的那一部分血迹的成分 给掩盖掉 所以也就是说 疑似凶手留下的血迹 被死者殷红的血迹给掩盖掉了 刘冰全就意识到 要想取得嫌疑人血迹中的DNA数据 现在这才刚刚开始啊 这边 刘冰全把自己 关实验室里面检测DNA呢 冯局他们呢 已经组织警力 直扑刘洁的苏北老家 在无法进行DNA比对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能有什么发现呢 找到刘洁又能如何呢 案发第四天 这就是腊月二十九了 这一年呢 没打年三十 所以腊月二十九也就是除夕 这天晚上呢 刑侦大队里边灯火通明啊 大家谁都回不去过年呢 大家呢 一边探讨案情 一边等着从刘洁老家那边打来的电话 当然了 这时候他们接着的 大部分都是家人催他们赶紧回家 快点回来吧 吃饺子了 春晚开始了 这个年注定是过不好了 当然要说这年过得最揪心的 最难过的就是殷红的儿子华磊 华磊啊 最不愿意听见的就是窗户外边 叮领光浪的鞭炮声 还有大家的欢笑声 别人家 这都是团圆 一片祥和喜庆 怎么自己轮到这种事了呢 母亲就这么没了呀 华磊的父亲呢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母亲殷红可不容易啊 这么多年 一个人啊 也没在家 就拉扯着儿子寒心如苦 终于养大成人 如今华磊成了家了 有了自己孩子了 每到大年初一的时候啊 往年在麻将馆里边 你就听吧 殷红 华磊 哎呦 孩子啊 这家伙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 华磊最爱吃的 就是母亲亲手包的羊肉馅的饺子 一个肉丸的真香 过完年初一之后啊 华磊呢 都会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住上一阵 这回是打算过了年 就长期的接过去了 那么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是不是刘洁呢 金潭警方啊 终于在苏北找到刘洁了 不过一问他 刘洁说了 我身上的现金呢 是之前饭店老板拖欠的工资款 回老家之前 老板给我结的账 至于手上的伤 我是厨师啊 我得做饭 我得切菜啊 切菜的时候 不小心给划了的 根据刘洁的伤口来看 确实像是菜刀给划伤的 但是各位别忘了 警方勘验现场的时候 案发现场 作案凶器 他也是菜刀啊 逢局他们呢 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 去验证刘洁的说法 是真是假 老板呢 确实也证实了是 我发给他几千块钱的工资 但是此时此刻 不能靠这个 你就排除刘洁作案的可能性 毕竟刘洁手上有伤 但是现在DNA也比对不出来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刘洁就是凶手 不过呀 逢局他们的排查范围 也再一次的缩小了 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 金潭警方刑警大队抽掉所有的警察 你们这过年年假也甭休了 对直锡镇近两万名常住人口 进行逐一的排查 要说起来这直锡啊 当地朋友可能很清楚啊 可能也有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听说过 这是全国有名的舞龙之乡 按照当地的风俗 大年初一 街上都得舞龙表演 整个镇子 那是要多喜庆 有多喜庆 要多热闹 有多热闹 外边热热闹闹 欢天喜地 这边侦察工作毫无进展 就在这时候 民警从殷红儿子华磊那 得到一个重要线索 华磊就说呀 平时呢 我妈有个账本 上边记录了所有来麻将馆打牌的人 还有跟他借钱的人的情况 据了解呀 殷红在生前呢 有人欠他的钱 他把这些欠账 就都记在一账本上 那么这个账本 会不会给警方破案 带来什么线索呢 根据警方最初的回忆 他们在一开始 看见现场的时候啊 曾经在厨房的一个抽屉里 发现过这个账本 这个本子 前边记录的呢 就是日常的开销啊 水费多少 电费多少 买菜多少 买肉多少 所以也没引起警方注意 但是在死者儿子的提醒之下 警方翻到后边来进行查看 最后啊 还真发现了一些信息 上面写着 张大中欠160元 郑浩欠238元 王延欠1212元 数了一下 欠殷红钱的 记下来的29个人 那么这凶手 那么这凶手会不会就隐藏在这29个人之中呢 当时啊 警方就怀疑 会不会是因为钱的问题犯案 所以对这29个欠款人 注意排查 很快有一个人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您各位猜是哪一个 我估计现在您各位啊 在手机前面一口同声 王延 因为他欠的最多 还真是王延 这王延呢 他借的钱是最多的 1000多个钱 王延就是直习本地人 21岁 2011年中专毕业 是镇上一家服装厂的剪裁工 平时这也是殷红麻将馆里边的常客 找王延的时候 警方一看 哎呦 这王延的手上 他也有伤 通过走访 金潭警方就了解到啊 这王延每个月做剪裁工的工资 差不多是八九百块钱 这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 平时这王延呢 很内向 性格很孤僻 工作之余啊 不上班的时候 要么呢 就在麻将馆里边打几圈 要么呢 就是在网吧里边玩玩游戏 他的人生就这么几个内容 上班 网吧游戏 麻将馆打牌 还有就是打打桌球 之前警方关于嫌疑人的种种特征 王延全部符合 警管说 当天王延没去麻将馆 但他手上有伤 他又是麻将馆的常客 所以警方就又有了一个假设 临近年关了 殷红啊 要收回这一年里边所有的欠款 就按账本上名字挨个的催账去呗 就在他向王延催款的时候 王延就发现 哎呦 我现在身上的钱 我还不上啊 于是 殷红可能就给王延定下了最后的还款期限 没有能力偿还的王延决定铤而走险 案发当天晚上 有可能这是殷红定下的最后期限 王延呢 就在暗地里边 等其他人都离开了 就以还钱为由 叫开大门 趁着殷红不注意 把他杀害 在这个过程之中 王延手部受伤 清洗了伤口 然后把这些钱 气着咔嚓 倒走了之后 扬长而去 不过再一想 这殷红平时对人呢 很客气 很热情 性格是那种很开朗的 王延是麻将馆的常客 关系这么熟 那王延肯定也知道啊 如果跟殷红好好商量 那想着拖延一下还款期限 那不是不可能的呀 更何况 王延为了一千多个钱 就杀人去 啊 脑子抽了吧 那会不会 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 王延接到殷红 催款的电话 但他身上的钱还不了了 于是王延呢 准备趁着晚上麻将馆 没人的时候 去偷殷红的钱 那天晚上啊 算好时间了 殷红不是俩麻将馆吗 这边一个路对面 不还开了一个吗 很可能殷红 到对面那个麻将馆 打扫卫生去了 这王延呢 就进入这个房间来进行盗窃 结果没想到 殷红很快就回来了 把王延就堵在了屋里 俩人就发生了争执 慌乱之下 王延杀害了殷红 随后拿走钱财 逃离现场 有这种可能吗 有 那么现在是两种假设 一种是杀人之后偷钱 另一种是偷钱之后杀人 王延是不是凶手 警方随后对他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王延说了 欠款的事啊 我已经跟红姐达成共识了 过完年我就去还他去 至于我手上的伤 我干的是剪裁工啊 我平时得动剪刀啊 我上班的时候让剪刀给划破的 王延的家人也说 当天晚上啊 王延确实在家 但是呢 他睡得晚 平时我们睡得早 我们睡着之后 他是不是还在家 这事我们不知道 所以家人也没有办法证明 王延案发的时候是不是在家 至于王延手上是上班的时候弄伤的 也没有其他人能给他证明了 各位 现在已经两名嫌疑人了 他这伤是作案形成的 还是平时工作的时候形成的 没法断定 厨师刘杰的嫌疑也没彻底排除 现在又多出来一亡言 他们对自己的疑点呢 也有自己的辩解 但是俩人都一样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他们说的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再出现 要想着破案 只能等刘兵权那边的DNA提取结果了 咱们呢 再来说说那边吧 刘兵权这儿 这工作进行的可不顺利 这很困难呢 这么残缺不全的样本 刘兵权工作这么多年了 还投一回遇见呢 每天呢 他都得对着这些列表 重复着这种枯燥的工作啊 枯燥的比对 要想成功的从这些混合血液里提取出凶手准确的DNA信息 可能得需要上千次甚至几千次的实验 而刘兵权即使24个小时不睡觉 一天也只能做出来30多次的比对啊 刘兵权呢 就一直守在机器旁边 还真不敢睡觉了 结果一出来 马上开始分析 累了之后啊 就定个点 自己呢 趴桌子上稍微休息一下 结果一出来 蹭冷一下啊 一秒弹射起来 就又得开始分析了 不敢去干其他事情 就在那等着 刘兵权的家距离检测室啊 你要是走 也就是十几分钟 可DNA结果没出来 刘兵权也不敢回家 只能是24小时待在实验室里 眼瞅着 大年初二了 案发已经五天时间了 这刘洁跟王延是不是说谎了呀 不知道啊 着急啊 必须得加快比对的速度 咱们之前总说 命案的破案黄金期是七天 这就还剩下两天了 可这边一直没结果 那边警方你也不能干等着呀 这时候警方想到 现场不是有那把菜刀吗 菜刀上那指纹 会不会有凶手的 这能不能帮助警方分别出眼前的这两个人 也就是刘洁和王延 哪个是凶手 很快检验室传来消息了 说指纹比对 做好了 菜刀上的指纹呢 不是刘洁的 那也不是王延的 哎呦 都不是俩人的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呀 现在DNA检测 还得需要时间 还得等指纹也证实不是刘洁和王延的 冯局就困惑了 天天揪着头发就想啊 哎呀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是不是在案发现场 还有我们没发现的线索呢呀 不行 还得重回案发现场 来仔细的看看 冯局他们呢 回来之后 再一次对楼上楼下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 什么叫只要功夫身 金箍棒也给你磨成针呢 这回搜索 还真在阁楼上 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这是新发现 在殷红的床单上啊 发现了一根头发丝 您各位该说了 谁家床上没有点头发丝啊 谁睡觉不掉头发呀 是吧 除非没头发的 不过呀 这头发丝一看 他不是女性的 他不是殷红的 这是一根男人的头发 经过鉴定 这根头发应该是属于一个 五十岁上下年纪的一个男人的头发 在一个单身女性的床单上 发现了一根男性的头发 这意味着什么呀 那么 这根头发到底是谁的 和殷红的被害到底有没有关系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重新勘察现场的时候 在死者殷红的床上发现了一根头发 这根头发属于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 哎 各位 咱在节目一开始 说过一个细节 死者殷红浑身是血 但是面部很干净 而且还铺上了一块毛巾 这个细节 您还记得吗 根据这个情况 当时警方也做出了判断 凶手跟死者应该很熟悉 而且因为不忍心看见死者满脸是血 才给他擦干净了 那么会不会又有一种可能性 殷红在丈夫过世之后 含辛辱苦拉扯儿子 儿子成家没有负担了 就在这时候有了心上人了 在案发当天晚上 殷红啊和自己这恋人之间发生争执 俩人就动手了 甚至动了刀子 在这个过程之中 殷红的恋人失手把殷红杀死了 等殷红死了 哎呦 这才如梦初醒 这个后悔不已呀 但是来不及了 他对殷红的感情非常的深 当他看着殷红心里他不对劲啊 于是呢 拿着毛巾把殷红的脸擦干净 为了不被人怀疑 上楼撬开钱柜拿走钱财 伪造一个盗窃案的现场 随后离开 如果说这种推断成立的话 那么之前的推断那就推翻了 就不是为财杀人 这就是典型的情杀案了 很快警方啊 通过这个毛发就提取出来了DNA信息 通过DNA信息找到了这个人 可是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怎么回事呢 那头发呀 就是打麻将的客人留下来的 不是什么情人 因为呀 在这麻将馆 很多人这一打恨不得打一天 打麻将打累了 休息的时候呢 殷红就会让他们到阁楼上床上躺一会儿 休息休息 所有的这些牌友都能够证实 经过进一步调查 殷红这么多年就是单身一人 根本就没动过找老伴的心思 所以那根头发就是客人在楼上休息的时候留下的 最终头发这条线索也中断了 不过呀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监控视频里边有了新的发现 案发时间段 有一个人呢 打了一把伞 从监控摄像头底下一晃而过 这个监控摄像头呢 就在离麻将馆不远的一个拐角的地方 那有个网吧 网吧的门口有这么一摄像头 2012年1月19号凌晨12点59分 正是警方推测出来的殷红遇害的那个时间段 画面里突然就出现这么一黑影 打着一把雨伞 啥啦一下就闪过去了 但是这黑影进入网吧之后 也没把这伞给收回来 一般一进了屋子了 你不得收散吗 一分钟以后呢 这个人呢 又从网吧出来了 再一次闪过摄像头以后 找不到踪影了 这就奇了个怪了呀 好好的 进了网吧 还打着雨伞 人网吧又不漏水 那你这是干什么呀 拿雨伞躲避监控摄像头 哎 同样的手法 咱们在前几天的一期节目里面 也说过呀 行了 那就顺着这个人查吧 很快 在距离案发现场 300米左右的地方 一家工厂门口的监控摄像头 再次拍下了这个黑影 可由于那天晚上下着雨 所以监控画面拍的呢 也不清楚 但还是可以看清楚 这个黑影的 大概的体貌特征 就看见这人呢 撑着伞就过来了 又过了这么一两个钟头 这人呢 又撑着伞 从反方向又回来了 撑伞过去之后 还回了一下头 为什么要回头 并且这个动作当时还显得有点匆忙 而这个时间就是在案发前后 哎呦 这人为什么显得这么紧张啊 怎么显得这么慌忙啊 他这是看见什么了呀 如果说他真的看见什么了 那他就能给警方提供一些线索 甚至他就是那个嫌疑人本人 经过比对 警方也确认 工厂门口录像上出现的这个人 就是网吧监控录像里的那个黑影 由于灯光的反射啊 这三段监控录像里边 这黑影穿的那鞋上的那条白边是比较明显的 这也就是说他穿的这鞋那鞋帮子呀 他是反光的 通过这一点 民警在镇上的一家运动鞋专卖店 找到了这种鞋帮子反光的运动鞋 在当地卖这种鞋的就这么一家 一二年左右 那时候在当地网购还没那么流行呢 所以大家平时买衣服买鞋 都是去实体店里面 于是民警啊就问这营业人员 呃这种鞋子就会反光的这种 有谁买过呀 当时营业人员也懵了 因为卖这鞋的就我们一家 这是我们的爆款 知道什么叫爆款吗 他卖的多呀 买的人呢太多了 所以啊我们也记不清楚 到底什么时候卖了一双 到底卖给谁了 尽管警方没有在这找到更多线索 但是就看着这鞋的鞋款 就证实买这鞋的肯定是二十岁到三十岁左右的这个年纪 过了三十的啊 感觉这鞋呢就有点太张扬了 太嫩了 对吧 就小年轻喜欢 在一结合年龄 警方啊就又重点关注上了 刘洁和王延 俩人年纪都符合这标准呢 而且录像上那黑影 你看身高啊体型啊跟这俩人呢也都很相似 包括走路姿势也都差不多 警方这时候就准备对王延和刘洁做进一步的调查 而与此同时 一个消息让警方把调查重点全部指向了另外一个人 发现哪很可能还真不是刘洁和王延 而这第三个人到底是谁 这也是警方之前万万没有预料到的一个人 彩刀上发现的指纹 警方通过比对发现这指纹不是别人的 而是殷红的儿子华磊的 这个指纹从痕迹上来看还是比较新鲜的 不是说我之前用过彩刀隔了十天半个月留下的那种指纹 哎不是 各位 这华磊突然浮出水面 咱们再来分析分析 尽管我们不忍心承认 但是他符合作案条件呢 年纪不到三十岁案发当天到过现场 凶器上留有他的指纹 因为华磊此时此刻成为了重点怀疑对象 所以警方又进一步的对他进行调查了解 这时候了解到一个情况 不久之前 华磊因为买房子的事跟母亲要过钱 警方就又有了一个假设 会不会是殷红华磊这母子俩 因为买房的事发生了矛盾 而华磊明知道母亲手里有存款 于是想趁着晚上去偷母亲的存值 结果被母亲发现了 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 华磊起了杀心 随后制造了盗窃案的现场 为了迷惑警方 他还故意告诉警方 有人借了母亲的钱 有账本转移警方视线 可儿子杀害亲生母亲 还是从小寒心如苦 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母亲 就为了一笔买房子的钱 这可能吗 更何况华磊的手上也没有伤啊 但凶器上的指纹又该怎么解释呢 难道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吗 就是当天晚上华磊想趁天黑去偷钱去 被母亲发现了 俩人争执的时候 华磊一时失手 错杀母亲 随后华磊制造盗窃案现场 又洗掉了行凶的时候 手上沾上的血迹 匆匆就离开了 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 作案的时候过于激动 洗手的时候流了鼻血了 对啊 他手上没伤 他可以是流鼻血呀 对吧 这样才出现了洗手盆里 两个人血迹混合的情况 有这种可能性吗 也有 难道真的是亲生儿子 把母亲杀害了 警方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呀 但华磊的指纹就清清楚楚的在那把菜刀上 一切在围绕证据说话呀 警方对他展开重点调查 结果这一调查 您各位猜怎么着呀 这华磊呀 他那天晚上没有作案时间 菜刀上的指纹是那天下午呢 去麻将馆帮他妈妈干活的时候留下的 这一回怀疑了华磊 但是又没有抓到凶手 这条线索就此中断 虽然说线索中断了 但是警察很欣慰 毕竟儿子杀害母亲 是他们不愿意看见的 无法接受的呀 一转眼 这年也都过去了 距离案发已经整整七天了 七天的时间 警方围绕着殷红的社会关系 对三十多个人一一进行排查 最后把目标还是锁定在了刘杰和王岩的身上 但是现在没有直接证据 案情就陷入僵局停滞不前 就在这时案发现场发现的混合血迹终于成功剥离 那么凶手的那份DNA信息能不能给案件带来转机呢 比对结果出来之后 证实现场的那一份疑似凶手血迹的DNA属于王岩 面对确凿证据 王岩知道抵赖抵不过去了 他对杀害殷红的事实 共认不讳 他为什么要杀殷红 因为啊 他收入太少 平时呢 又吃喝玩乐的啊 欠债的数额是越来越大 欠的钱越来越多 欠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严瞅着要过年了 殷红呢 就跟王岩催要欠款 年根底下了 殷红呢 跟他要过两回 就说年底了 小岩呢 你该把钱还给我了 可王岩呢 身上也没这么多钱 最终啊 被这个事催的就着急了 就有了一个念头 他也知道 殷红平时身上有点钱 我不如去把你干掉去 啊 我呀 不就不用还你钱了吗 再者说了 那你麻将馆挣的钱 不也归我了吗 2012年1月18号晚上 王岩呢 在自己家里边看电视 等家人都睡着了 他偷偷的来到了殷红的麻将馆 等待下手的机会 作为麻将馆的常客 他知道殷红平时有打扫卫生的习惯 这段时间呢 街上也好 麻将馆也好 空无一人 这是作案的最佳时间 没人能看得见 王岩趁着殷红打扫完麻将馆 即将关门休息的时候就进了麻将馆了 还装的特别正经 红姐 我来了 我来还钱给你的 嘿 这回真是啊 显得要多镇定 有多镇定 要多正经 有多正经 就在殷红翻账本的时候 王岩突然可就掐住了殷红的脖子 随后俩人发生了打斗 慌乱之中 王岩顺手抄起了菜刀 把殷红就杀害了 至于厨师刘洁 人家呢 确实是清白的 不过出了这事以后 刘洁呢 也不在直西镇了 而殷红唯一的儿子华磊 还住在自己家的老房子里 他说呀 只有在这儿 才能继续守着 从前和母亲 在这儿相依相威 共同生活的记忆 2012年8月7号 江苏省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 王岩犯抢劫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就是咱们该说案子了 这起案子有点意思 先用简单两句话来概括一下 年轻男子夜闯福利院收容所 打死打伤了几十名残障人士 奇怪的是 作案之后呢 他不但没有逃跑 反而主动去警局投案自首 更奇怪的是 让他作案的导火索 竟然是一封写给日本众议院院长的信 抽丝包检之后 警方发现在这凶手的背后呢 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组织 这么两句形容下来 这案子是不是有点意思了 离咱们很近 发生在两年前 2016年7月26号 在这一天的凌晨两点半 有一个叫做直松盛的日本男青年 偷偷来到了神奈川县的一个残障人士收容所 叫做金九景山百合园 这直松盛是翻过围墙 直接就来到了这收容所的一扇窗户下面 来到窗下 他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锤子 然后突然起身迅速敲碎了这扇玻璃窗翻进屋子 这个屋子呢 是一间卧室 里面有一名残障人士正在熟睡 直松盛二话不说 拿出刀子一顿狂捅 没过几秒钟 这个可怜的人连没尖叫几声就已经被活活捅死 收容所的保安在发现异常情况之后赶紧来到现场 但是没想到直松盛是早有准备 提前潜伏起来把保安当场制服 不过呢 也仅仅是制服 他并没有像刚才一样把保安给杀死 而是把这个保安绑在椅子上 并且拿走了保安身上所有其他房间的钥匙 在这之后 直松盛开始在这座收容所里面大开杀戒 他用钥匙打开所有的房门 把遇到的每一个在收容所里面的残障人士 全部都残忍的同死 可以说所到之处 血光四溅 在一番大屠杀之后 这整座收容所 总共有19人死亡 26人身受重伤 并且这些人全部都是那些残障人士 从事后警方对这些死者和伤者的观察 发现他们的伤口全部都是集中在颈部和胸部 很明显 直松盛的目的就是要杀人 那这次事件当时被称为日本战后最残忍的杀人案件 残忍仅仅是其中一点 有意思的事情在后面 凌晨三点多钟 这个直松盛从收容所里面大屠杀结束了出来 他没有逃走 而是拿着凶器慢慢悠悠的来晃到了警察局 投案自首去了 那通过警方的审讯的发现这个直松盛 他竟然是这家收容所的员工 并且之前已经在这工作了四年了 但是就在案发之前的五个月 他突然被莫名其妙的辞退了 现在是无业状态 工作了四年 突然被辞退 这么看的话 这个动机好像就出来了 认认真真的工作 反而被炒了 这么看的话 有可能这是在报复杀人 是为了发泄 的确当天晚上 直松盛自己也承认 他说自己确实是因为被辞退了 气不过 所以呢才会采取这样的杀人的手段来发现 但是这个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那当然不可能 如果他这么简单 咱也用不着说这么一期 这个案子他背后的真相 超乎我们每一个人的预料 不过在我们揭开真相之前 不妨一起先来了解一下直松盛这个人 说这个凶手直松盛是一个年轻小伙 他是1990年生人 也是本地人 他所住的地方 离这个案发的收容所很近 不到一里地 那这个人呢 他家庭条件也是不错的 父母外都是知识分子 他尤其崇拜他爸 他爸呢是老师 那么从小呢受家庭熏陶 童年也很幸福 也很上进 那2012年从地经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去一个小学当了实习老师 那当时孩子们的反应啊 也都很不错 孩子们都说 说这个学校里面 哎呀 来了一个特别好的男老师 包括周围的邻居呢 对他的这个印象也都挺不错的 说这个直松盛啊 有童心 喜欢孩子 经常跟这个附近的小孩一块玩 玩这个捉迷藏啊什么的 哎 有时候呢 还会看见他跟一个挺漂亮的一个姑娘 在附近遛狗散步 那应该是男女朋友关系 他家的隔壁呢 住了一个73岁的一个老大爷 老大爷生活阅历比较丰富了 那他对直松盛是怎么评价呢 他说这个直松盛啊 应该是一个比较开朗 比较外向的一个好孩子 经常能听到他家里面 传来跟这个朋友大声说笑的声音 明显是很开朗的 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 其实不难发现这个直松盛 他的条件总体来讲 那还是挺不错的 跟其他的那些杀手不一样 他童年啊 没有阴影 也没有什么人格缺陷 挺快乐 挺健康的 从身边人的评价来看呢 还是一个积极开朗 乐观向上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 那邻居们都表示说 从这个直松盛的性格来看 他应该不会因为被辞退了 那就去大开杀戒去报复 这不像是他呀 所以说从这个阅历来看的话呢 被辞退了气不过 所以说去报复社会去杀人 这个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那么也就表示直松盛当时自首之后 并没有说真话 他在说谎 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从这个直松盛的经历来看 在大学毕业之后 经历过这个小学当老师实习 实习结束了 他就开始迫不及待的 要去考这个教师资格证 想跟爸爸一样当一名老师 但是呢 他这个运气不太好 落榜了 没考上 那么迫于生计 只能说先找一份工作 那么这份工作 就是那个残障人士收容所 在那 也就是案发地 金九景山百合园 不过呢 需要说的是 他所工作的这个残障人士收容所 收容的不是那些这个肢体器官 有这个残疾的那些残疾人 是什么人呢 是那些高度行为障碍人士 这些人精神极度的不稳定 而且不受控制 那其实说白了 这个地方就是咱们常说的封人院 那么也正因如此 封人院嘛 这些人呢 经常会出现这个一些攻击性的行为 过激的行为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 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的话 所承受的这个精神压力 那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即便说 这份工作不是特别理想 工作环境比较糟糕 而且压力比较大 那直松盛在这四年期间 还是勤勤恳恳 一直在好好干 包括当时刚来的时候 仅仅四个月 他就转正了 那转正的时候是2013年4月 那从转正开始往后推 39个月之后 在2016年2月17号 这一天 他所工作的这个金九景山百合园 突然跟他说 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和价值观 已经无法胜任这份 需要照顾弱者的工作了 让他主动提出辞职 把他吵了 那么当时被辞职之后 直松盛就开始变得比较极端了 比较奇怪了 当时在被辞职两天之后 也就是2月19号 直松盛在推特上 发了一些奇怪的话 比如说 他说这个大麻 其实也不是很危险嘛 那等等诸如此类的 并且在当天 神奈川县警局 也接到了这个收容所的报案电话 说这个直松盛有可能 会在近期伤害别人 建议警方去看一看 于是呢 警方就迅速赶到直松盛家里 把他控制住了 然后对他做尿检 果然发现 查出了这个大麻的阳性反应 那么也因此呢 直松盛当时就被送到医院 进行一个精神鉴定 那第二天2月20号 医生给了这个鉴定结果 说直松盛 他是属于短期精神失调 推断呢 有可能是因为内心比较脆弱 被辞职之后呢 受到打击导致的建议 当时建议他入院治疗两个月 但是呢 没想到啊 仅仅在12天之后 医院这边重新做这个 评估检测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直松盛的精神状态 已经好了 把那些这个偏执的症状的消失了 这一看好了 那干脆直接出院吧 哎 所以当时12天 他就出院了 但是呢 没想到 医院里边检查虽然说没什么事 但是出院之后 他的所作所为 更加的让人无法理解 首先 他性情大变 在家里跟父母是大吵了一顿 然后呢 把父母赶出家门 不让回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直到案发之前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家里住 那当时把父母赶走了 直松盛自己呢 其实也没工作啊 当时在家也是无所事事 那邻居们发现这个时候 他就变得很奇怪了 经常看到 他就拿这么一大片塑料布 铺在这个家门口的大街上 然后几乎就是裸体 就穿个小裤衩 躺在这塑料布上晒日光浴 那他的女朋友呢 当时也发现感觉 他这个精神好像不太正常了 所以说也在这个时候 跟他分手了 那么再之后 因为连这个女朋友的束缚都没有了 他开始变得更加的放任自流 什么这个抽烟喝酒烫头纹身 全都沾了 那就这样 一直到了案发当天 那么案发当天呢 有一个小细节需要注意 在案发的半个小时之前 那也就是7月26号 凌晨1点50左右 当时直松盛还发了一条推特 这条推特写的是什么呢 只有简简单单的九个字 写的是 愿世界和平 大美日本 下面配了一张自拍 他在自拍上黑黑黑的笑 那么这条推特说明什么呢 你想啊 发完推特 他就去作案了 那推特的内容呢 又说的是这样的一番话 愿世界和平 大美日本 这说明他在作案的时候 是头脑清醒 是有准备的 所以说很明显 这是一件前后衔接的事情 那么他为什么要作案呢 谁惹他了 要杀这么多无辜的残障人士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他的前同事 说了一番话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同事们说 其实很早之前 这个直松盛就已经有了不好的情绪 这个很早之前是什么时候 2015年 案发一年以前 在2015年的时候 直松盛呢 就在工作的时候啊 说过一些比较偏激 比较危险的话 比如他曾经说过 说这些残障人士死了才好呢 这样的话 家里人呢 也可以轻松一点 再比如说 说明年10月份 我要杀死600人 就先从咱们的这个收容所下说 给这个残障人士一个可以安乐死的世界吧 等等诸如此类 说过很多这样的话 那其实从这些话里面 不难发现 这些言论里面 有很多的偏激和反社会的意思 不过呢 之前咱也提过了 他们这个工作 天天照顾这些精神不正常的人 那工作压力肯定相当大 而且有时候可能还被打 那这么看的话 工作压力大 而且工作环境不太好 那么有一些抱怨之类的 也实属正常 那所以说当时同事们 没有把这个话呢 当回事 认为他有可能是压力太大了 啊 所以说哎 有点抱怨 做累了 做烦了 骂两句 发泄一下 谁都有这样的时候 不过现在作案之后 再来看的话 总感觉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知松胜就已经有这杀人的想法 那只不过呢 因为某些原因 他一直没有实施 那既然一直都没实施 现在为什么又真的实施了呢 推测应该跟他这个辞职有关系 至于说他这个被辞退的原因 前面说了 因为公司认为 他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 已经无法胜任这份需要照顾弱者的工作了 那这个理由是什么意思呢 进一步查 警方发现了 这个知松胜被辞职的导火索 是一封奇怪的信 而这封信 和他之后杀人作案 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这封信的始末 值得跟大伙好好的说一说 说在案发之前的五个月 这个知松胜曾经给当时日本众议院的院长 大倒李森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太有意思了 咱跟大伙念一念 这个信是这么写的 开头 大倒李森先生 感谢您能够读我这封信 我可以杀掉总计470名残疾人 我知道 我知道这是天理难容的一句话 但是我亲眼看到了那些家属疲惫的神情 以及在收容所里工作的那些职员们 都是毫无活力的眼神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是为了拯救日本 也是为了拯救世界 我决定从今天起就行动起来 如果能够让世界经济进入上升发展期 那么就可以避免可能会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我的想法 残疾人其实根本不算人 只不过是动物而已 有些人一辈子都离不开轮椅 监护人对他们放弃不管的例子也屡见不鞋 我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一个这样的理想 如果这些重度残疾人 完全无法适应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的话 那么在监护人的许可之下 我们可以对这些残疾人实施安乐死 重度残疾人存在的意义 我到现在也完全领悟不到 残疾人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幸 从攻击会的小册子里 我明白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会到来 然而通过战争来使多余的人消失的话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如果让残疾人替这些人去死的话 那么就可以把痛苦限制到最小的范围之内 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进行革命 为了全人类的未来 现在就应该做出这个痛苦的决断 日本应该迈出这一大步 大岛李森先生 您肩负着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使命 所以请您一定将这个想法 讲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先生听 这是我为了人类认真思考之后做出的解决方案 众议院议长大岛李森先生 请一定为了我们深爱的日本 为了全人类助我一臂之力 拜托您了 你看他这个信 所以说这封信有意思呢 原来这个直松盛呢 不难看出来 还是一个有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的人 当然这个崇高在那里带引号 因为有这么一个理想 所以他才要杀人 这似乎就解释了原因了 不过呢 这封信到这还没写完 后边的内容更搞笑 后边他甚至还跟人提出自己的这个作战计划 接着给大伙念 后边是作战内容 冒号 我会在职业班的职员人数比较少的时候动手 目前作战的目标有两个收容所 都是收容重度残疾人的地方 我将使用捆扎带 将值班人员捆起来 让他们无法对外联络 不伤害这些值班人员的生命 之后我会尽全力尽快执行作战计划 在杀死两个设施中的260名残疾人后 我会去自首 但是关于执行这样的作战 我有两个要求 第一 逮捕之后 对我判刑 请不要超过两年 之后让我过自由的人生 如果可以的话 请用精神失常的原因来判我无罪 第二 我准备改名叫做一黑虫 请为我准备户籍 还有驾照等等生活必要的手续和执照 之后我要去做整容 以便融入正常社会 需要政府给我5亿日元的支援经费 请把这些条件认定是政府与我的契约 只要您给予批准 我随时可以开始作战 为了日本 为了世界和平 请您多多关照 想必您一定忙的是脱不开身 但还请您跟安倍晋三首相 好好的谈一谈 落款 直送声 这个信读完了 是不是发现更有意思了 还把自己当个角了 找政府提要求 也是个神人 跟那个中二病似的 他把自己当成那种 那个电影里面演的 有那个专门给一些国家干黑活的特工 当成那个 那直送声当时呢 本来是信心满满 他认为 这个医院议长都是精英 肯定能够明白自己这个理想 这个构思 本来认为呢 肯定是能够跟对方一拍即合 但是啊 没想到人家这个大导李森是个正常人 那正常人肯定不会同意他这个胡话的 所以说当时他在看到信之后呢 马上来联系相关部门 查查这个直送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竟然如此的胆大包天 这一查 哎呦坏了 原来是这个收容所的员工 那不行啊 这样的人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太危险了 所以说 他才被辞退了 那有了这个信之后呢 其实这个案子大概好像就明白点了 包括在后续的这个审讯当中 直送声面对这些东西呢 也招了 他说自己作案啊 的确不是因为发现 而是因为他看到 在这个收容所里面 身边的同事们 总是为了照顾这个残疾人 而忙的是焦头烂额 苦不堪言 这份工作呢 也看不到尽头 所以说他觉得 这个情况 这样的收容所的存在 照顾这些残疾人 这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 非常大的浪费 因此呢 才会选择去杀掉这些残障人士 解放这些员工 让他们的去做一些 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总归来说 他的目的呢 两个 一是为了解放这些 被残疾人拖累的社会资源 二是为残疾人 争取一个自己选择 安乐死的社会环境 这两个目的 那么他的这番说法呢 听起来 似乎是这么一股浩然 大义之气 是扑面而来啊 把自己说的 跟这个民族英雄一样 不过你还别说 当时呢 这种这个 比较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 被媒体一报道 还真就有一帮人 来支持他 甚至有人表示说 早就跟他有一样的想法了 只不过呢 没有胆量去实施 不过呢 有支持的 也有反对的 还有人表示说 的确很难想象 一个人会因为这样的理由 去大开杀戒 这对罪犯自己来说 没有任何好处 难道他真的就那么高尚吗 当然这个高尚 也是带引号的 其实呢 您别说 这个直聪盛啊 还真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这种病态的心理 也不是因为这份工作才出现 那说白了 这个人 他的三观本身就有问题 甚至说呢 还有那么一点妄想的倾向 这怎么说呢 在这个审讯当中 石松胜曾经不止一次跟警方强调 他说 那个阿道夫希特勒 跟我说过话 他告诉了我关于T4作战的计划 我要实现这个计划 那这个T4作战是什么意思呢 是在二战期间 当时希特勒下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命令 这个命令要消灭那些没有生存价值的重度残疾人 因为当时这个命令是在柏林市动物园大街4号 来下发定制的 所以说当时这个计划就被称作是T4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其实是当时咱们都知道 这个纳粹有一个种族改良政策 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 那当时他们就把一些像是精神病 或者说有遗传病的 劳动能力低下的 逃避劳动的 懒的 反抗政府的 包括难看的 一中不整 尿床的 甚至同性恋 等等这些人 都被当作是劣等人群 被选出来 然后关了这个毒气室之类的 做人体实验等等等等 我们在不久之前也盘点过 这个纳粹人体实验 那当时从这个政策开始执行 到最后多国那边投降 这期间总共处死了超过20万人 基本上能思考的都知道 这个政策是极其的反人类的 但是呢 这个直松盛 他偏偏就受这个影响 把希特勒当成是自己的精神导师 甚至还妄想说跟希特勒 有过对话 有过交流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咱们对他来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犯罪心理分析 那么从这个直松盛 他的种种行为 履历 家庭条件等等 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 其实他应该是属于一个潜在的高功能反社会人格 什么是高功能反社会人格 跟反社会人格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常说的那样的反社会人格 一般来讲 都是这个基因或者大脑 缺少某些正常人的某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有这个天然因素的影响 导致性格缺陷或者心理缺陷 当然也有一些少数例外的 那这一点呢 也是有这个心理学家做过研究的 这是普通的反社会人格 那么高功能反社会人格是什么 高功能的反社会人格 其实是一种后天的 这个人他本身起初是无害的 一般来讲呢 都有高智商 或者是某些方面比常人要优越要优秀 比如说这个洞察力非常强 等等这样的一些先天性的优势 总之呢 就是一些比较优秀的苗子 底子非常好 那么这些人在自我发展的过程当中 根据所处环境条件的不同 会慢慢的出现两极分化的结果 如果说成长过程当中 看到的都是对你好的东西 对这个社会有益的 那么你就会喜欢这个社会 就会去服务社会 那么长大了 就会成为人才 那如果说从小接触到的 都是对这个人不好的东西 都是黑暗的阴暗的 那么这个人呢 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个高功能反社会人格 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极其的危险 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 咱举个例子 说这个正面的相当有贡献的 比如说福尔摩斯 这个福尔摩斯很厉害吧 洞察力非常强 逻辑推理能力非常棒 福尔摩斯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人才的例子 那么这个负面的 有极强的危害性的 这种高功能反社会人格 举个例子 还是在福尔摩斯里面 福尔摩斯的死对头 最后的大boss 莫里亚蒂教授 他就是属于高功能反社会人格 这两个是很经典的例子 包括咱们曾经说过的 也有很经典的负面例子 比如泰德邦迪 那人帅又有才 但是呢 就是搞破坏 就是杀人 那么咱们回到这个直松盛身上 他呢 在接受教育的时候 应该就是经历过某些错误的引导 把这个希特勒 当做了自己的一个精神导师 这可能是在父母疏忽之下 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长此以往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就逐渐的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 来贴合希特勒的那个提斯作战计划 并且 在自己这个理论形成之后呢 他还付诸实践 为什么咱们会说 他是一个高功能反社会人格 最好的体现就是在实施这一步上 体现在哪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有条理 有计划 心思缜密 说当时自己的这个理论 在形成之后 那为了方便实施 直松盛就开始组建团队 他通过这个网络啊 等等各种途径 纠集了有二十几个志同道合的年龄相仿的人 他们都提倡啊 要净化社会环境 扫除没用的个体 那这几个人在一起之后 他们就成立了一个集团 叫做安乐死革命集团 为了这个革命而奋斗 当时呢 他们都是计划说 先由这个直松盛 起头表率 然后各自实施他们的这个清理计划 包括在案发之前一个月 他们还在拉人入伙呢 那是在16年6月20号 那当时他们以这个聚会的名义 邀请了一个不知情的一个年轻人来见面 一块来玩 那当时呢 直松盛就介绍自己说 我是一个为了实现安乐死政策 而奋斗的革命家 他这么说的 还说的好像还挺厉害 而且他这个态度呢 非常高傲 非常嚣张 跟这个年轻人说 说我们这个事业啊 我们需要奋斗 需要资金 你呢 先给我捐个一百万日元 那并且还游说这个人 让他也加入这个组织 那一直给人灌输这个理念 并且还把一本随身的小册子 送给人家 说这个是我们的圣经 那这是什么书呢 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当时这个人一看 感觉这帮人这么奇怪呢 说一些奇怪的理论 怕不是个邪教啊 当时想走 但是呢 被这直松盛拉住了 直松盛说 说想走啊 没那么容易 我们掌握了你的一切信息了 你就算走了 你也跑不掉 说完之后呢 就把这个人的这个家庭住址 电话什么的 一字不差 全给背出来了 那么由此可见 这个直松盛 的确是心思缜密 做事有计划 他不仅仅有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理论 而且有非常强的行动力 非常强的煽动性 所以说呢 通过这么一大波分析 这个直松盛的案子 也就比较明朗了 不难看出来 在被辞退之前 在他给那个残障人士服务的过程当中 他潜移默化的 把自己呢 放在了一个支配者 放在了一个上帝的位置上 并且呢 因为自己相对于这些 这个残疾人来讲 要更加健全 那么这个想法就更加的加深了 他的统治思维了 所以说 他慢慢的会嫌弃这帮人 感觉自己有责任 把他们除掉 让他们不要浪费社会资源 那么后来 他突然被辞退了 这个事 在他的心里 应该是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落感 因为他始终感觉自己的这个理论 是完全正确的 而且自己非常优秀 不可能存在被辞退的情况 另外呢 在他的言论当中 他对于这个照顾这些残疾人 本身并不嫌弃 也不抵触 反而更多的是来自精神层面的 用不带感情的上帝视角 来思考一些问题 当时在工作的时候 他经常会想 思考 说照顾这些人有没有意义 同事们这样工作有没有希望 社会有没有未来 他想这个 那么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之后 再去看他做这些案子 其实也就不难理解 总归 这起案子 无论如何 这是一出兽性 胜过人性的惨剧 造成了这么多的伤亡 而在保障残疾人应有的合法的权益方面 不论是日本 还是我们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继续往前走